Hello 新时代革命 革命新时代 希望大家开心 又到周日了 8月18日的周日夜晚 欢迎大家收看双方频道 欢迎大家继续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当然是看完影片 我们希望今天继续讲关于美国大选的情况 为什么我会讲新时代革命 究竟新时代革命 或者新时代革命 那就看看你怎么解释 总之就是革命新时代 这一节为什么我会这样解释 我会去到第二节 就是跟大家讲的 今天希望每一节都简短一点 因为很多人反映过太长了 就不希望那么长的时间 行话休提 先讲美国大选 大家知道 明天在8月19日 如果你看美东的时间 就会开始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去芝加哥举行 有很多支持哈马斯巴勒斯坦的人 要做游行示威 肯定会牵起一些新的媒体的焦点 无论如何 今时今日 你看到各大左派的民意调查显示 这个Harris 都领先Trump 4% 其实我都讲过 Rasmussen Report已经讲过 这4%是有水分的 基本上是Trump赢紧的 而不是输紧的 但是他用一种基数参数 或者叫加权的调整 导致这样的局面 但是无可委员的 是很多年轻的族群 十几至二十几岁的 或者是少数族裔 包括了主要是黑人 还有这个Hispanic 就是拉丁裔的人口 的确是这个Harris 是占优少少的 无论怎样说都好 我们看看在几大重要议题 包括经济 通货膨胀 移民问题 即使左派民意调查都调查出来 Trump是取得更高分的 这几个问题 是大家视为的核心问题 Trump都是给大家更有信心 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 这个大家是美国一般的民众 民调虽然显示 Harris的支持率回升 但是美国企业的高层 大多事而不见 坚信Trump会胜选 压住Trump会回归 投资者 企业高层 很多都是支持Trump的 减税 减消管制 而Harris那边 面目模糊 面目模糊 有没有清晰化的地方 有 有新的资料 比上一次不同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相当可笑的一局面 这个Kamela Harris 她在Kamela Harris 她在18月16号 在北卡州 North Carolina 去祖世 第一次公布她部分的经济政策 誓言要打造一个 这个机会经济 Opportunity 的Economy 很多人就说 Kamela Nomics 就是 Oponomics 是不是 机会经济 她的机会经济 如何打造呢 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第一呢 她打造一个 打击 不是打造 打击这个通货膨胀 还有解决现在民生紧绝的问题 那么她都承认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她说她回落了 但回落得不够 所以她进一步打击 那么她的打击方法是怎么样呢 补贴 还有用税收优惠 就是说 用纳税人的钱 去给一些人 你买不起 你以前 大家落 25元吃碟饭 现在60元 我补贴你 补贴你多少呢 没有说 补贴你 补贴你 我假设补贴你10元 50元 开心了 是不是 那代表什么呢 你的钱是不断地 你flow给政府 用税 flow给政府 政府就用 一个补贴的方式给你 或者税收优惠的 tax repair给你 其实就是糖水稳糖乳而已 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说多次 油价天然气的价格 这个回落是带动了 很多其他的商品回落的 他完全的药方 开错了 还有政府的补贴 就是这些 government spending 就好像Elon Musk 在这个和Trump的 对话里面 讲得很清楚 就是他加大了government expenditure 导致到 银货互动频繁 通货 通货膨胀 这些问题就相当严重 所以他根本不像他的口中 是中产创造机会的 而说到最后 就是他会觉得 要创造经济的安全 稳定和专业 换来大家的专业 这些全部都是 这些叫做假废空的话 他说在拜登的优秀领导 卓越领导之下 因为他前一天 8月15号 在Maryland 和拜登一起 在一个社区的学院 大肆地赚拜登的好东西 没有你这么好的上司 都没有今天的我 拜登就说 和药商商谈好了 减少药价的情况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谈好 就是药厂 想定的价格是300元 那我跟你谈 那你说 其实我的底牌就是100元 那你谈到200元 好耶 credit给你了 最好就是你拜登老头 81岁 由300元减到200元 最厉害是你 都说你聰明了 我心里面在笑着你 我底牌100元 你减到200元 我还在赚你100元 那么你药厂 是不是赚暴利不暴利 市场决定 但是你和政府谈 和你81岁的老头谈 好笑 我先不讲这点先 说回Carmen Harris 他的药方是什么呢 第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他有很多食物 租金 汽油 反效的服装 就是那些school shirts 和那些处方的医疗 物价高企 他要减低食品 食品 住房 医疗保健 儿童保育成本 全面的价格 就是说他基本上所有的民生开支 就是所有的衣食住行 你想到的东西 他认为呢 谁是price golging 就是这个控台价格的 都需要取缔 这个大问题了 我自己读法律这么久呢 对于这种东西 有文字定义的话呢 就绝对不会是一般的自由 比如说台湾 我们台湾是叫做市场经济嘛 那你美国也是市场经济 自由经济 市场经济嘛 market economy嘛 在这个market economy的情况下 就没有所谓的控台价格的问题的 只有一种很例外的情况 就是反竞争法里面 就是说这个unfair trade 什么叫unfair trade呢 就是说你有一个垄断的市场优势地位 或者是一个优势的市场优势地位 你可能占个市场份额很高 然后你做一些所谓的price fixing的行为 而这个控台价格 必须在这样的前例之下才做到 或者说你低于成本的情况之下 去卖这个wipe out其他人的情况 这些情况都是说你基于一个 市场垄断地位的情况之下才这么做 我想请问你了 食品你怎么解分什么叫relevant market呢 比如麦当劳 那你不吃汉堡包可以吃饭嘛 是不是 那你可以吃其他的嘛 是不是 有Wendy's嘛 是不是 那怎么垄断市场呢 什么叫市场优势地位 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 尤其是食品市场 你说哪个吃饼干 饭 面 餐厅 哪个在垄断市场 基本上没有 你说咖啡 都没什么垄断 你说Starbucks很多 喂 美国有其他 各式各样的Coffee shops 是不是 那我只是告诉大家 你说食品 你说食品 你说这些 食品很多类 每一类都是个市场 OK 那你说联合利华 那些大的水厂 或者一些食品的公司 是它有很大的权力 那你便截制他们 在不同市场的一种垄断地位 但是你不是搞Price Gorgia 来说的嘛 明白吗 即Price Gorgia 的地方就是说 在一个有垄断市场地位之下 你可以截弱这个资本 截弱这个大的经济垄断者 即它主要是惩罚经济垄断行为 而不是惩罚这个经济垄断者 因为它自由性竞争里面 产生优势地位的 你截制它的反垄断行为 那你截制它的反垄断行为的时候 必须建基于它的垄断地位之下才这么说 你没有这么说法 你的Price Gorgia是无以为立的 这个是我对法律的基本认识的 今天如果你说要降低市 食品 住房 医疗保健 市 儿童保育成本的话 用来吸引中产选民 讲这个叫机会经济 讲这个创造财务安全 因此要用联邦的禁令 还要于越州的州法律 用联邦的禁令 去禁止食品 集货 控台物价 Price Gorgia 这个完全违反一个 美国立国资本 甚至它要动用联邦有关贸易的机构 来做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非常可怕 它说要对付粮食 日用产业的价格操作和反垄断行为 各位这样搞法是很荒谬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要打击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黑市场的出现 这些只有 Venezuela Soviet Union PRC才会出现的问题 都是一些Communist country 才会出现的问题 那你告诉我 我知这种还不是Socialism 很多人说我批评这些左交 他说他和社会主义不同 他和共产主义不同 不好意思 他只是程度不同 但是本质相同 因为他们要用政府的力量去控制市场的环节 每样东西都由政府来管制 先讲管制 然后先讲干预 这是凯恩斯之论的巧妙之主 之后先讲干预 然后讲管制 然后讲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其实程度不一样 其实本质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提供房屋的首扣族 第一次卖楼的人 二万五千元的补贴 你应该想起以前777 经常搞那些东西 你应该想起台湾选举前 侯友宜 经常说那些垃圾政策 喂 你应该鼓励那些年轻人 首扣族 刚刚要上车的族 好好赚钱 你上不了车 没有那么大的头 就不要 带那么大钉帽 就租楼 租楼 租楼不会死的 是不是 美国有很多人在租楼 那你要买楼 好了 我给你二万五千元 杯水车身 你二万五千元 买到什么楼 大佬 你供到多少% 那么大把 你自己想想 唉 你在那些南州 那些加州什么地方 二万五千元 美金 给你做补贴 真好笑 好像香港经常说 你生孩子 我会补贴给你一样 补贴了几千几万 当你十万 其实十万都没有 你要养 那个小孩 养成一世 你的钱从哪里来 OK 生孩子另一样东西 因为你有亲情 或者你有其他爱的考虑 但你看看这个 买楼这个东西 买楼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必需品 不是 然后你要给他 就是说 好像那些 劝别人 拍药一样 我给你二万五千元 这次我补贴你 下次你的那些 你自己搞定 哇 你之后那些 头期的 头期款 就是这个 就是首期 然后之后 每一个月的供款 那你怎么搞 你供不到的嘛 那就叫 逼人家上车 还有你一补贴 结果是什么 赚的钱 你那二万五千元 不是给了那个 卖楼的人 二万五千元 是给了那个 卖楼的人 为什么 我原本 卖一千万 我就卖一千零 二百五十万 那你就是 我当然 他补贴你嘛 你最后我房价 加多二百五十万 那我就等于 我拿回二百五十万 二百五十万 走 就是你补贴 是导致到房价上升 卖家得利 所以那些 是完全没有 经济学常识的 一些这样的 所谓的官 所谓的 Kamela Harris 去执政的话 美国真的会玩完的 就是我觉得 拜登呢 虽然老人痴呆 他后面的深层政府 没有那么痴妈根 今次深层政府 用了这个 Kamela Harris之后 他真的痴妈根 他真的会玩完的 根据他这个方案 专家股贵十年之内 会增加1.7兆 不是亿 是兆 一万七千亿的赤字 再说一次 十年之内 会增加1.7兆的 美金的财政赤字 通货膨胀只会不断地飙升 那他还说呢 他还说呢 要 好像习近平那些 社会主义住房官一样 叫出兴建 300万的新住房计划 我第一次听的 他说第一次呢 历史上美国第一次呢 提供给建商 建商 一个居屋 那我就给你的税务优惠 建了 这种政策呢 很容易会挖向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看到那些所谓的 人人住在一种 在政府要和那个人定约的房屋里面 当年呢 香港麦里号时代呢 有十年建屋计划 也有公屋和居屋 当时是解决一个延微之急 因为很多人 基本上是斥贫状态的 很多人走难下来 真是很惨的 所以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希望快速促进一班 成熟的劳动力 投入产业生产 而使香港建设成为的 国际贸易金融中心 那这个是用心良苦的 你现在这样的搞法 是不是对美国做得到这种事情呢 通常香港的例子 是很难去复制其他地方 香港做得到 新加坡都做得到的 有组屋计划的 但是组屋的话 到现在都很可能住在组屋 但是组屋就变成了 你家屋是政府的 就是换言之 你住的地方 是政府的 就是等于 王之锋 戴耀廷 黎智英 现在住的地方 都是政府的一样 那个地方 移密监控 放风 放饭 每天都有规定 你不是 你可以常常去 趴趴周围玩 但是你住的地方 都是政府的 其实你和他本质上 没有什么大分别 程度上有些分别 就是 只有当你有行产 你的全部是自己的王国 你才是真正的业主 否则你就租楼 租楼我不需要依赖于 政府和政府定是弱的 我不租不住 我不喜欢A 就是B的地方住 是不是 两个双向选择 所以我说 政府的计划 是取决于这个政府 是不是真的 一个可信的政府 如果一个太左交的政府 会得到一个非常坏的结果 我对美国这种计划 完全不看好 好了 更可怕 更可怕 更可怕还没说到 继续数下去了 税务优惠 就是家长税务的抵扣 每名义童 2000美金 升到3000美金 如果是新生的newborn child 第一年6000美金 6000美金 6000美金 相当于多少钱呢 不是6万 是6000美金 相当于 我算是45000港币 OK 多少钱 47000港币 都给你准了 47000港币 就当于補贴了 是不是呢 这个不是補贴 是扣税额 扣税额 扣税额 就是说 你赚的钱 就是一个percentage 哎 有多少好处啊 说真的 你说这些派堂的东西 我不会说 那些人 不会不开心的 人家觉得OK的 但是说真的 人家因为这样 而觉得 苦难就会消除吗 中产压力就会消除吗 当然不会 这些小恩小惠 就是香港人 见识很多这些东西 有些什么的 幼儿税收 減免政策 是因为这样 我投资你 不会这样的嘛 接着说 处方药物自负额 每年是2000美金的上限 OK 另外计划指示联邦贸易委员会 调查和处置 违规大企业 打击这些大企业 所以他想用政府 一个强政府 大政府 来成为一个鞭 执起鞭 来打那些商家 这些就是共产主义的特征 就是共产主义的前期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主义就是这些 这样的东西 他比凯恩施主义 最重要的再进一步 他已经步入了一种 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坏的状态 即是说 我要打打击 处置 调查 任何我觉得违规的 我觉得你控台价格的大企业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我要诚重澄清 很多媒体不报道这一点 批评Trump 利用关税打击其他国家 当然包括中国 他说 这种做法会转嫁其中的代价 去到美国的日常商品 和生活必需品上面 他估计每家庭 每个household 每年是会多付出3,900元美金的 他说Trump 就是对亿万富人企业减税 大家看看 他收关税 害到中产 就是因为收中国关税 害到美国中产 对中产不利 特朗普怎么辩驳他呢 他最近在Pansylvania 的Ready都说得很清楚 喂 因为我收税 不是收我里面的人的税 我对所有的人 无论是有钱的 中产的 全面都减税 我收的是外面的税 外面的税 是吗 譬如我收中国60%关税 那基本上代表什么 基本上代表 不会有中国货 25%关税 即是他第一任的时候 都会有中国货出来 或者走第三地去做 我收了60%关税 你这样有几个方法 一个就是走第三地 我第三地的时候 就可以撤户囊 你走到墨西哥 再入车 Made in Mexico 入美国 100%关税 即是直接 简直 选择性打击 简直 选择性打击 直接的 60%关税 你一提出 60%关税 贸易额 几乎跌到零了 你没可能的margin 有60% 哪里有个 产品的margin 有60% 给你erode 没可能这样 在我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 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样 促进就业 投资 回归到美国 和他一些 信赖的国家 可以吗 其他国家 10%关税 中国 60% 这就是 Trump的 policy 你本事 你最好的 回流回美国 最好的 去一些 和美国亲近的国家 这就是Trump的 policy 你喜欢不喜欢都很清晰 今时今日 卡曼娜的 policy 就是什么呢 撤销关税 他虽然没有说出 但是他批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今天见到 八年以来 由Trump 一直到拜登 坚持的关税政策 戴琪做贸易代表 一直在做的 关税政策 可能会烟丝云散 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坏的地方 就是对中国的 税政主义 中庸主义 投降主义 而对台湾极不利 这个这么严重的问题 没有人说出来 这件事是小事 我们去调查 这个很简单 三年半以来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比如做晶片机器公司 他们的模板 是不是继续 因为按照这个逻辑 都是在打击 代价转戒 给其他地方 因为用不到中国的便宜货 迫着用其他国家 贵一些的货物 或者美国生产贵一些的货物 转价成本给消费者 那是不是要废除所有科技战 贸易战 这个就看到 中国共产党 在哈利斯 和Tim Walls 贺锦丽和田华身上 做了多少功夫 今时今日 共和党的众议院 在共和党的议员 在美国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 共和党席的主席 卡莫 8月10日宣布 要调查Tim Walls 华之 这个民主党副总统的候选人 声称多次对抗中国 捍卫人权及民主的这个人 就说他和中共实体 和官员长期连结 多达35年 非常诡异 要求FBI局长 Christopher Wray 能够调取有关的证据 他指出这个华之 在澳门理工大学 担任过客座研究员 25岁的时候 按照哈佛大学世界教学的计划 在广东佛山一中 任教一年 之后回到美国 94年结婚 就是用特殊的日子 去慶祝他自己的蜜月 我觉得非常嘔心 就是你听这句话 你不觉得是嘔心的 指明你对六四无感 你在六四的五周年的时候 你和你的夫人结婚 还要去中国度蜜月 1994年6月4日 你去中国Honeymoon 你这样的东西都说得出来 你都不害 你都不 你知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 那天是国庆日 你觉得那天是国庆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垃圾到爆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尊重 基本的尊重 不如我选择在列根死的日子 结婚 我选择在克林顿死的日子 去结婚 好吗 莫名其妙 这些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红白意识都没有分清楚 我想即使西方社会都很清楚 这个是什么意义 这个和中华文化没有关系 这个和人性有关系 94年创立了教育旅行冒险公司 就是扮理美国学生 下季去到中国旅行的签证 和教育等等的工作 OK 你看他在做生意 他是business man 没错 他在CECC 过会议员之后 参与CECC 十多年时间 和达勒喇嘛 王之锋 拍过照 又是香港人权民主法的共同发起人 这个我不会嫌 我不会质疑 但是很多这样的人 这些全部都是打卡 你要趁热到打卡 比较V字很容易 但是你真是做事的人 和打卡的人 我们分得清楚 是吧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Banks 他就说 服役陆军国民兵的24年期间 他去中国旅行多少次 全部要交代 全部要调查 另外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Marco Rubio 他说 北京内心 培育未来美国领袖 可见一斑 参议员Tim Cotton 这个是阿根沙州的Tim Cotton 他说 Tim Walls 你欠美国人民全体人一个解释 这些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重点 而Trump 也都刚刚说过 8月17日 在賓夕凡尼亚州 一个19个选举人票的州份 在一个叫Wilkes Bar 威尔克斯巴尼的地方 去造势 指向Harris的容貌 很多人都说这件事 我看完整个地方 他很放的 他就说 Harris的容貌 能上到这个 时代集志封面吗 时代集志封面 甚至用他任何一张照片 找个人做素描 就登上去 那已经将他那种 丑态 变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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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也好 他觉得自己 都比他好看得多了 那么很多人就说 你这些歧视女性 我告诉你 你这种歧视的帽 你哪个时候可以用的 譬如我骂到什么人 你歧视我 譬如你做错数字 1加5等于3 等于2 你歧视我 你歧视我的智商 请问光家义等于什么 火 答对 火加哥 就等于你 说错是我 OK 错 歌词都不记得 你不可以说我歌词记不住 你歧视我 歧视这个字 万事万灵 总之你生气的时候 你又不想说粗口的时候 要扮到学究一些 法律一些 就说你歧视我 这个就很多移去 那些什么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英语系国家 法国 日本 台湾很多人都说 一见到台湾人 就是对他自己不住 你歧视我 各位 各位 是否每个人的情况都是这样 我就是说 我就是说 说真的 没有一个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的时代 已经过去的了 就是马丁路德金抗争的年代 今时今日 有人的地方 必定会有一些 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要欠一口气 你要明白 我们必要面对的 你不喜欢 你不会离开美国 对吗 你不喜欢 你说整个美国歧视这么严重 那你不要在美国住 但我认识到很多美国朋友 跟我说 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那些人在吹到这样 没有这个民主党 去护卫我们这些华裔的人 我们总已经死了 那些 我觉得这些人是愚不可及的 就是对于历史的事实 完全是罔顾的 还有很基本的一点就是 喂 Tim Morse 摆明是亲近中共的人 35年在中国 24年期间 在中国旅行 喂 这个这样的人 其实他跟中共 有什么内面的家里都知道 现在今时今日 是选总统 不选副总统 所以呢 Trump 先把他摆在一旁 但是他说 他说的容貌 喂 我的容貌比你好看 我容貌比你好看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大家 做得好一点 虽然我今天的样子很噁心 就是 就是 我的人中附近 有些感染 不好意思 比如说 这样的情况 我比较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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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镜摩镜 各位观众 你觉得我比较好一点 还是Harris比较好一点 你问这些问题 你完全是奇事 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 就是 你觉得我好看一点 你觉得我好看一点 我不是说好看一点 你觉得我好看一点 你觉得我好看一点 还是Harris好看一点 一 二 三 大家可以写答案 OK 但是我只要告诉大家 那你各方各眼 你可以觉得我好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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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完全没有问题 我都不是靠我的样子 来吃的了 重要的地方就是 但是 那他说好看一点 和醜样的问题 就是不要这么交 才行 是不是 很多 左交人说 你又失言了 你看很多左交媒体 是这样说的 就是不断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左交媒体 不断做的 这个东西 你说有些人 在选举策略上 提供分析给他 前一顾问 通胀 能源 性别 性别 或者不说性别 你喜欢说这个 边境问题的 就说 这是打死他的问题 这个就是选举军事 会这么说 从军事的角度是对的 他们没有失言 都说对 但是特朗普 你要知道 他有个这样的信念 你看看Art of the Deal 他本书是这样说的 这个东西 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人生的赢与输 不是你 本身你的努力 你的策略去决定 有时上帝决定了 你是否努力向着这个目标走 中间有多少的东西 你将它置诸到外 其实人家看得到 你是向着目标走 对这个奋斗的人 是觉得欣赏的 他很相信这一点 以前做房地产的时候 都是这样 即使有些沙石 他是不断地撑 他会觉得这些不重要 OK 这个是性格 你要个78岁的老人家 改变性格 很难 那你说 我是不是像他这样做事呢 我都会固存一下大局的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都觉得 专注一些 譬如通货膨胀 经济 边境 外交这些问题 打哈利斯 对 那你说他是不是需要说 他是不是黑人血统呢 你是不是比我好看一些呢 我都没需要口轻轻 就是我都不是这样的人 你都知道 但是今天特朗普是这样的人 我只是觉得 我是觉得 喂 他有这样的信念 就会变成了 好远不好 我会觉得 看你怎么看 美国有一帮人 是很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他会牵不住这帮人的票 所以 好远不好 很难分析给你听 他会觉得这样做会好 OK 你说我会怎么选择 我可能选择另一样东西 但不代表我选择另一样东西 我选择B餐 他选择A餐 就代表我们是细成水火 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一个人生的 算是这个和政邪无关的 是一个策略 选择的问题 OK 当然 特朗普在演讲中 都质疑拜登 现在的心智情况 拜登似乎也是非常闷闷不乐 很多记者对他极度不尊重 而且你看到这个是 特朗普对賓夕凡尼亚州 州长George Shapiro 参议员Bob Casey 都是有评击的 当然对于Cumberland Harris的 移民犯罪外交问题 多所评击 批评刚刚说的 Harris的经济计划 是社会主义价格管制 社会主义价格管制 而且他批评 Harris 去做fracking 就是说那些 腌癌游戏的开采 是靠水力的冲 这叫fracking 就是腌癌戏开采 它原先是全面禁止 现在就说不全面禁止 你模糊其次 什么叫不全面禁止 或是不禁止 或是禁止到多少% 是否禁止99.9% 都叫不全面禁止 即是这些全部 不知道他说什么 这些说法 重创Bep Harris 可以在宾夕凡尼亚州 拿到的铁票 所以我说现在 宾夕凡尼亚州 Harris正在hack 0.8% 基本上这个hack 越不hack 是无关同样 全在统计误差之中 而这构数的加权之后 就是对于左派有利的方向 加权之后的统计 你看回2016、2020年的 很多的数字都是说 这些东西最后是turn out 最后选举的结果 其实绝对没有 原始这批民意调查预计那么乐观的 就是对于左派的 只有高股是没有低股的 另外 Trump也都成立了自己白宫的过渡团队 包括他有个大金主 Linster Mcmahon 他是以前国际出国总会的前主席 也都是AFPI American First Institute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的重要骨干人物 捐很多钱给Trump 另外有一个是Harvard Lutnick 也都是捐很多钱给Trump 台湾以前我认识的朋友叫Steven Yates 叶望辉 也都是AFPI的重要成员 AFPI现在是哪个head呢 就是国际政策委员会的主委 这个Brooke Rollins 是做head的 我想这件事是大家很清晰的情况 那大金主 还有副手包括J.D. Vance 包括J.D. Vance 还有两位公子 Donald Trump Jr.和Eric Trump 他们两个都是四个人 组成一个内角的白宫过渡委员会 今年的组成都比上一次呢 是这个 辞了的了 那么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一旦11月5号当选 就会立即启动这个白宫过渡的团队 这帮人是会负责 对于内阁成员的candidates 去做背景的审查 之后予以任用 提出第一天的政策的提案 和签署什么行政命令 是day one要做 即是和拜登政府也有所交接 左派政权不断批评共和党 有所谓2025年计划 Project 2025 920页 说要免职数千公务员 改用忠实于Trump的派系的人 做所有重要职位 联邦统一 紧缩墮胎权 甚至会认为 有很多措施是需要改写 美国的宪法 说有140人参与之内 Trump已经说了无数次 他不支持 不知情 这个2025年的计划 民主党 甚至Kammer Harris 最近很多公开辩论 继续用这件事来声讨 Trump 我觉得根本是打稻草人 根本是自己玩自己 我想这件事大家心碎清晕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个大概对大家的更新 未来再看下去 最关键的一个新闻 就看回19号开始 民主党一年四天的 这个党代表大会 Kammer Harris 又会公布新的政党出来 而他这件事 他已经公布了经济政策 我已经很害怕 正如我所预料 他回到他的初心里面 他连扮中间派都不扮 他用这个方式以为可以笼络到 他只是用民建联方式 来这个蛇齿饼肿的人 而从经济角度完全不通 我最近看到CNN的专访 不是访问他 是一个经济学家 CNN时常访问经济学家 就问你经济学家 对于Kammer Harris的看法 主持人原先预计经济学家 就说他聰明了 但谁知道经济学家 有几分钟时间 在批评Harris这个政策 基本上是前所未有 不会work 不会成功 两个主持人 一男一女 在一个地方面目无光 其实这帮这样的人 其实都很清楚 你问任何一个经济学家 无论你哪个派 Austrian的 Chicago的 whatever 什么凯因斯学派的 这个什么新制度理论的 whatever 哪个派是经济学家 都不会同意Harris这些经济政策 什么给守扣族房屋守扣族 二万五千美金 又说要对于食品住房 医疗保健 儿童保育成本 全面的一些叫做价格操纵的执法 这个价格的操纵 无论你的manipulation也好 无论你讲的price gauging也好 你必定要基于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你跟回那个 那个所谓的反竞争法 是反垄断法 美国的反垄断有关Sherman Act 根据有关 还有之后 他有很多法律来执行 你执法 对不对 如果你提出一个新的东西 去修法 加新的东西 你就讲清楚 如果你说执法 已经有在了 你在讲什么呢 如果你说我以为是修法 那你讲得清楚一点 他整篇在North Carolina的院讲 他好像有些事情具体了 但更加令人可怕 里面内从更多的模糊地带 这个就是让人觉得非常摇头 我这么说 美国不是一帮傻人造成的 造成的 它大部分是一帮 就是都有基本常识的人造成 有常识的人听到你这样的做法的时候 即使我拿到你的利益 都不开心了 我怎么会投票给你呢 对不对 就是大家不要被他骗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好 节目整天差不多 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